朋友们大家好,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两个房子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表达,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复习一下。 上节课我们讲了一个一层的建筑和一个二层的建筑,大家看一下在这里。 这个一层的,大家看一下。 一层这个里面我们学习了哪些知识? 我们学习了一个车库。 车库是什么地方? 就是我们用来停车的地方。 仓库,放车的仓库就叫做车库。 那么进到这个车库里面呢,这个门口的这条道路叫什么? 门口这条路叫做车道。 那么车怎么进入这个车库呢? 要经过这个车道进入这个车库。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库它是在一楼的,对不对? 但是有些地方有些地方有些家庭它的车库是在副一楼的,啊,副一楼。 要记住这个相关的表达。 然后呢,我们再接着看,这个是一个小烟团,这个是天线。 天线用来干什么的? 天线就是用来看电视的。 就是要有这个天线才有信号,没有信号你就看不了电视。 但是现在应该不是这样吧。 然后呢,这个是一个,这个大大的是一个屋顶。 就是这个,这个大大的是屋顶。 然后呢,这里有一个门,这个是叫做,这个叫做正门,这个叫做侧门。 正门和侧门的区别在于,一个是大门,就是很多人大家都从这个正门过,从这个大门过。 但是侧门可能就是去后院,只有自家人会经过的一些,呃,的一个门。 那么我们现在一层的这个房子讲完了,我们来讲一下二层的。 这个二层呢,大家很清楚,很典型的可以看到,它是一个两层楼的,对不对? 它两层楼。 最明显的是这个烟囱。 因为我画了一些烟在这里。 烟囱比较形象哈。 然后呢,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楼梯。 这个楼梯这里是,下面的是台阶。 我们脚踩的这个地方,它是叫做台阶。 然后呢,你手扶的那个地方叫做扶手。 扶手。 这个叫做一个椅子。 椅子,但是呢,它有自己的特有的名字叫做躺椅。 躺下的躺,椅子的椅,躺椅。 它这个下面,它这个椅子下面是这种形状的哈。 就是这种,这种弯的,弯的。 所以你可以躺在上面摇来摇去的,叫做躺椅。 然后上节课我们还,关于这个富士的楼层,我们还讲了一个叫做百叶窗。 大家看,这个就是百叶窗。 那么上节课,我们就学了这些东西。 那么这一节课,我们再来看一个房子。 那么我先,我先画一下这个房子吧。 朋友们,大家好。 我现在已经画好了。 大家看。 这个是一个,呃,一个比较普通的房子吧。 但是我们主要学习的是里面的词汇。 就是这个样子的。 我们先从左上角看起,好吗? 呃,这是一些树。 平平无奇的树,这两棵树。 然后大家看到它们之间有一个,有个什么? 有一个吊床,对不对? 一个吊床。 哦,不对。 这个是鞦韆。 这个是鞦韆。 这个才是吊床。 这个是吊床。 鞦韆。 那么我们跟鞦韆相搭配的,对应的这个动词是什么呢? 应该是荡鞦韆,对不对? 荡鞦韆。 荡鞦韆怎么荡? 一般是,呃,有的是一个人自己那样子荡。 有的是两个人,一个人坐在上面,一个人在后面推。 那么,后面推鞦韆那个人就是在干嘛? 在什么鞦韆? 在推鞦韆。 然后呢,坐在那上面的人叫做在坐鞦韆。 一个坐鞦韆,一个在推鞦韆。 或者说是荡鞦韆。 那么,跟鞦韆相搭配的对应的动词就是荡鞦韆。 那么,这里有一个吊床。 大家看,就是它这个床啊,一头连着这个树,一头连着这棵树。 然后这个人就在里面躺着,对不对? 在里面躺着,摇了摇去的。 这个,这个吊床是左右摇哈,左右摇。 但是呢,这个吊床就是可能会翻,可能会翻掉,就是侧翻。 所以吊床也蛮危险的其实。 就是,然后这个旁边有一杯饮料。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,这是个草地,应该不难理解吧,这是绿色的。 这里有一个除草鸡。 除草鸡。 嗯,其实,如果你不会说这个鸡子的话,不会说它名字的话,你也可以直接就说成,你也可以直接就是介绍它是干什么用的就可以,大家都听得懂就可以。 比如说,比如说,比如说这个东西,比如说这个机器,它是叫做修草鸡,或者是叫做剪草鸡,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名字,具体的名字的话,你可以说就是那个用来修剪草坪的鸡子,就可以,好吧。 大家有时候,比如说你想描述一个物品,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名字的时候,你可以通过介绍或者是描述它的用途,它的作用来跟对方,来跟别人交流,说你要什么什么东西。 他们,大家应该都听得懂的,OK,那我们接下来看,这下面是一个水管,大家看,这是一个水管,水管是用来干什么的? 水管是用来浇花,是不是?喷,用来喷水,然后来浇花,或者是浇这个草地,浇水。 这个水管是用来浇水的。 然后呢,大家再往下看, 这个是一个什么? 这是一个喷壶,喷水壶,喷壶。 像这个水管的话,它就是比较大面积的浇水, 但是这个的话,就可能用来浇一些小一点的花花草草,就用这种。 然后,大家看,旁边这个男人,他在干什么? 旁边这个男人在,他。。。 哦,不好意思,少画了一个。 下面就是一个鸡子。 这个男人,他在烤肉,他在烤肉。 大家看,下面就是一个,一个,一个木桶吧。 然后,木桶里面放的是什么? 大家看,我在这里画了一个桶,这个其实装的是木炭,装的是木炭。 大家知道有一种烹饪方式叫做炭烤。 炭烤就是用木炭来烤东西。 所以,这个男人,他就是在炭烤。 然后呢,大家再看,他在烤的是一个红色的东西,可能是烤肉吧。 然后,大家看,他的手上拿着一个,一个铲子。 手上拿着一个铲子,或者是叫做,那个,木铲吧。 可能就是我们平时炒菜会用到的铲子。 然后,他的手上戴了一个手套,因为他的手是红色的,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猜一下,猜测他是戴了一个手套的,对不对? 然后,我们再来看到他身上穿的这个是什么? 大家看他的衣服,他的衣服是蓝色的,对不对? 衣服是蓝色的,但是他的身上穿着的是一个白色的东西。 所以,他是一个围裙,是一件围裙。 围裙是用来干什么的? 就是围在身上,穿在身上,防止你炒菜的时候,或者烹饪的时候,把身上搞脏,对不对? 就是这个作用。 然后,我们再看,他这个旁边是一个躺椅。 大家知道,我刚刚还说了有一种躺椅,它是那种下面是这种,有这种弧度的,对不对? 那种也叫做躺椅,或者是那种可能也可以叫做摇摇椅吧,都可以。 这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。 这个也叫做躺椅,不一样的形状的躺椅。 然后呢,这个旁边有两个工具,这个叫做,这个叫做,这个,这个叫做耙子。 耙子。 然后,这个旁边这个叫做铁锹,或者是铁铲。 在中国还,就是,在中国还,就是,在中国的话,你可以叫做铁锹,或者是铁铲。 但是在我的家乡,在我的老家,还挺多人就是直接叫铁锹的。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,这旁边有一些,有一些工具。 好,这里有一些工具。 我们一一来介绍一下,这个东西就是手套嘛,这个男人的手上,这个男人的手上是不是戴着一个红色的手套。 然后呢,这个是铲子,这个铲子,一般用来种花的时候,你是不是要先把那个土给敲起来,土给铲起来, 然后把花,或者是把种子放到里面,再把那个土填上,放上去,在填回那个坑里面,洞里面,是不是。 所以这是一个铲子,用来挖土的。 这是一个钳子,钳子。 这种钳子可能是用,他这个男人应该是用来修剪他的草,草,那个叫什么?草丛,修剪他的草丛的。 因为大家知道草丛,要是你不管它,放任它的话,它是不是就会随意的生长,就长的形状不是特别好看,不是很好看,所以你要定期,定时的去修剪那个草坪,那个草堆,那个草丛,所以它才会变得好看。 所以就很多园丁,家丁,他们都会用到这种钳子去修剪。 然后这个上面是一个锯子,大家都知道要锯木头,对不对? 一些比较大的树干,树枝,或者树,就是要用这种锯头去锯。 但是大家看到这个很明显的不是一种普通的锯头,它是一个,它是一个什么? 一种电动的,电动锯,或者我们说是动力锯,都可以。 但其实你直接的称呼它为,直接叫它是锯子,也是不错的哈,也是对的。 然后大家再看到这个,这个忘记讲了,这个是什么? 这个蓝色的是窗帘,我们上节课讲的一种窗户叫做百叶窗,这个是窗帘。 那么我们如果想说把窗帘打开,或者把窗帘关上,我们怎么说? 我已经告诉大家答案了,就是把窗帘打开,把窗帘关上,就这样很简单的说法。 然后呢,我们再看一下这个,这个比较小的一个构造,一个结构叫做排水的管道,排水管道,或者我们直接说管道。 因为在下雨天的时候,你的屋顶,这个上节可以讲过,你的屋顶就是会淋到一些雨水。 雨水该怎么从屋顶上排下来呢?就是用这个管道从这里排下来,对不对?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,我们再来复习一下,来回顾一下。 这个是鞦韆,我们如果想说一个动词加一个鞦韆,我们就应该说什么动词? 荡鞦韆,对不对? 然后这下面是一个吊床,这是一个,这是一个什么? 这是一个修理草坪的叫做捡草机,捡草机。 然后这个是一个水管,水管,这是一个喷壶,这里面装的是木炭,这个是一个排水管道,管道。 这个人,这个人在干什么? 他穿着围裙,戴着手套,在烤肉。 然后呢,他们家用的什么颜色的窗帘,用的是蓝色的窗帘。 他睡觉的时候会把窗帘关上,但是在醒来的时候会把窗帘打开。 他旁边有一个躺椅,累了就怎么样,可以躺在上面休息。 然后呢,这里还有一个耳机,这里有一个铁锹,这里是他的工具箱,这里面有一个手套,还有一把铲土的铁铲子。 铲子,这里是一个用来修剪草丛的大剪刀。 这个是一个锯子,电动的锯子,或者是叫做动力锯。 好,那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 拜拜。